静土圣贤路上 往上阿弥陀佛我的音是特别多的 我选了一位 就是 这个 叫越国夫人 这音是谁呢 是宋哲中 赵匡院的 赵宋 宋哲中的 叔叔 宋哲中的 叔叔 宋哲中 封他叔叔为 京王 京州的京王 这个越国夫人 就是京王的夫人 实在来说 他可能也是妾 是妾 但是这个人是有大福德的 而这个 这个京王 妾是很多 那么都是 很恭敬 很尊重 这个 这个 这个越国夫人 而越国夫人是信佛 每天念阿弥陀佛 他就领着 很多的 这个贝女 这说是京王的妾室 其实也就是贝女 那么由这个越国夫人 领导这些女人呢 就是念佛 在她的公司里面就是念阿弥陀佛 念佛 其中有一个贝女啊 就懈怠 不念佛 这个事情 不念佛 这个越国夫人就是 呵斥她 就把她驱逐 你不可以犯我的规矩 驱逐她 你驱逐她 等于就是触罚她了啊 她心里面又后悔了嘛 有向越国夫人就忏悔 我还守规矩 我还发现念佛 这时候就精进念佛了 就不懈怠了 念了也不是很多天啊 这个贝啊 这个女人呢 就死掉了 死掉了当天的晚间呢 其他的这个贝女就做个梦 就梦见这个死去的这个女人回来了 就是 就是做梦 梦见这个人说啊 我已经往生阿弥陀佛国了啊 我多谢啊 这个夫人的啊 呵斥我啊 我就不放一了 精进念佛才能往生啊 所以我非常感谢 请你给我转达我的谢意 与夫人 那么行的是个梦嘛 那么这时候啊 就就向这个越国夫人就报告这件事 这越国夫人说 他能入你梦 这不算数 要入我梦才算真的 他这么一说呢 那他晚间也做个梦 他来了 就是向福音的自谢 那么这个越国夫人就说 你能不能带我到阿弥陀佛国去看看 他说可以 就带他就去了 所以往生到阿弥陀佛国的人 这是不可思议 其实有这个 你往生的时候 你要靠阿弥陀佛 靠阿弥陀佛的力量 才能到阿弥陀佛国去 阿弥陀佛不去来接你去不了的 可是到了阿弥陀佛国 他这个辈女也很快的就莲花化身 当然他不会是上品的 那么他就带领这个金王夫人 就到了阿弥陀佛国 各处的攸关 看那个七宝吃大宝莲花的境界 看那个莲花里边 有的很茂盛 有的看着枯萎了 就问这个 问这个 他这个 这个女人 这什么原因 她说 在瑟伯世界 有发心念佛的 你发心念阿弥陀佛 愿生阿弥陀佛国的时候 这莲花里面就 有一个莲花出来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精进用功 你这莲花就是很茂盛 如果你念念佛有懈怠了 这莲花就枯萎了 这样子 那么就 说是我将来能往生 我到哪个莲花是我的呢 我们简单说 那么就 他就带着她走了 由吉里路远到那个大莲花 很茂盛 很放光明 静静静静静 所以说 夫人你将来往生就在这里 而且她看起来很欢喜 好 一醒来 这是个梦 就这么回事 那么做了这个梦以后 她这个金王夫人本来就是很用功 这一年的生日 她过生日这一天 过生日这一天 她拿着香炉上面烧着香 就是向这个观世音菩萨 有一个人供着观世音菩萨 她面向观世音菩萨这个地方 这么这个 就这样境界的时候 别的辈女啊 来到前面向她祝寿的时候 向她一注意一看 她就立在那里 就往生了 有这么个境界